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种萝卜不长萝卜光长萝卜鹰 其实啊种萝卜非常的容易 我们三个星期以前撒下的种子 现在你看都长这么大了 那么萝卜鹰子长了很多 那么由于当时撒种子的时候呢 因为种子它的这个发芽率不一定很高 所以是你撒种子的时候呢 往往就要多撒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建苗 可以把一部分中间的一些 长的一些多余的这些萝卜呢 我们再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我们不仅是种萝卜是这样 我们种菠菜或者种别其他的一些蔬菜 也往往是育种的时候多撒一点 我们可以将来留下最健康最旺盛的那些种子 然后呢把那些中间多余的 或者移到别的地方建苗 所以呢我们在萝卜已经发出来以后 我们要下狠心的把中间的拥挤的那些萝卜都移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我们不移的话 那么萝卜之间的距离 如果小于六寸 那么它们就相互的太拥挤 这样的话它们就不会接萝卜而止长液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些萝卜 把它们移走 那么给它们搬个家 搬到另外的地方去 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萝卜之间的距离 要最起码在六到八寸以上 这样的话就比较有一定的空间 它们可以长萝卜 太疯了以后 它就这个不接萝卜 或者是萝卜长得非常的小 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控制这个叶子 或者是要萝卜英子的长势 不要让它长得太疯 那么摘下来的这个萝卜英子呢 我们可以炒菜或做包子吃 非常的鲜美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吃萝卜 只吃萝卜英子的话 我们不care 可以让它长得疯长得多 非常的拥挤 也可以 所以呢我们就轻轻地这样 把这个叶子拿掉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叶子呢 外边的叶子会逐渐地断掉 或者躺在地下 所以我们应该把接近地面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叶子 及时地取走 让它们洗干净了 做菜吃掉 非常好吃 另外我们要控制氮肥的使用 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 或者是土壤 尽量地控制 不要有太多的氮肥 因为这样氮肥呢 可以让叶面长得非常的疯狂 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些磷肥 或者甲肥 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那么它们有助于 这个根部的发达 和这个球 这个萝卜球的生长 比如说我们尽量地不要用鸡粪 我们可以用牛粪 或者含这个草木灰 比较多的那种mulch 那么就是非常粗糙的树皮之类的东西 那么含钾量比较多 那么这样的话 就有助于这个根部的发达 和它的这个球的形成 至于到哪儿去买 甲肥或者磷肥等 那么我们有一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详细地介绍了 到哪儿去买 和怎样去辨别 那么我会把这个连结 放在说明部分 我希望大家浏览观看 那么对于阳光的要求 我们应该有 至少有五个小时的阳光照射 那个区域种萝卜 不能种在阴暗的地方 那么阴暗的地方 它就不会接萝卜的 所以说对阳光的需求呢 我们可以说是 至少是 至少有半天的阳光照射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其实种萝卜 非常的容易 那么我们不仅吃萝卜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吃很多的萝卜英子 那么吃不了的萝卜英子 我们可以动起来 那么以后我们可以一年 我们都可以吃这个萝卜英子的包子 非常的好吃 鲜美 而且这个种萝卜 你们看 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个阳光绿 非常的美观 那么在这一片 都是绿油油的 非常好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 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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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